转眼间 越野兔他们已经升入十番高中 地场位也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医学院 小小兔成为了独当一面的战士 今天 他要回到三十世纪 所有人全都前来替他送行 在跟四战士道别后 一家三口来到了东京铁塔之下的公园 他们在这里目睹日旋时 与此同时 四战士也在樱花飞舞之处观看着旷世奇观 美奈子提出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不如我们就此许下各自的愿望吧 美奈子的愿望仍然是成为一名全民偶像 真情则是想日后拥有一家花店或者蛋糕店 学霸亚美则是想以后成为一名好医生 而活野力则是追随爷爷的脚步 继续经营好伙穿神社 回到越野兔他们这边 小小兔忽然听见一阵铃铛声响 而越野兔也听见了 两人不约而同地回头 一匹白色天马映入眼眠 天马对小小兔搅到 美丽的少女啊 我终于找到你 回过神 地场位也看到了这番场景 请客间 两位觉得一阵凶闷 但她认为问题不大 好好休息一个晚上就应该没事 渐渐地 星月遮住了整个太阳 一家三口看见 天空中出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 里面还有人自言自语 这令人向往的土地 我们一直都在等待这个时刻 而我们的名字叫做死亡月亮马戏团 待日全时结束后 一家三口一致觉得他们看到的不是幻象 并且 火野力他们也全都看到了刚刚的景象 众人心生困惑 死亡月亮到底是什么东西 天空中突然掉落一张死亡月亮马戏团的传单 火野力捡起一看 上面印着的那张塔罗月亮牌 将会预示着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另一边 由于现在街上的人实在太多 所以一家三口决定 让小小兔明天一大早再返回未来 在回家路上 地产卫大方的给两人买了新款万花筒 之后 一家三口便来到了地产卫家里 夜晚 三人闲聊 小小兔说他好想快点长大 这样就能做一些成年人才能做的事情 但越野兔则相反 他希望自己变成小孩 无拘无束还会有很多人疼爱 零睡之前 小小兔提到了他妈妈以前跟他讲过的一个故事 传说中 镜子里面有另一个黑暗世界的存在 在星月十分不能够照进 不然就会被拖入到另一个黑暗世界 很快 一家三口便进入了梦乡 镜头来到传说中的死亡月亮马戏团 一个看上去都不怎么友好的老太婆叫出了他的得意干脚 这四个人叫做亚马逊四重奏 其中一人变出了诅咒之时 一瞬间 整个十番街道都被一团紫色能量球给拢账 而此时的小小兔已经进入梦乡 他梦见那匹天马驾着他 在空中俯瞰整座城市 而他们也很快看见了那个紫色能量球 天马与小小兔再次在梦境中相遇 天马送给小小兔一个铃铛 当你需要我的时候 我会随时出现 天马做了自我介绍 我叫艾利欧斯 我的少女啊 我希望你能把力量借给我 我想要用黄金水晶拯救艾利西恩 话还没说完 天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小小兔也从梦中醒来 但是他的床边果然有一个铃铛 看来刚刚的一切并不是梦 为了不打扰两人睡觉 小小兔决定独自返回未来 带越野兔和地场卫双双醒来后才发现 他们两个也梦见了那个天马 此时的小小兔已经来到公园 他拿出时空钥匙打开时空大门 准备返回到三十世纪 但是 这一带被人设下捷径 时空钥匙根本不起作用 而小兔小卫也在此时赶到 几秒钟后 天马便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天马说了跟昨天梦里同样的话 小小兔觉得这是天马在向他们求救 他觉得无论如何都要帮助天马 所以他暂时先不返回未来了 与此同时 四重奏这边感应到了 刚刚有人想突破结界 为了调查出是何人作祟 他们派出了虎之眼 越野兔他们则是来到实验室调查天马 可他们找不到任何线索 地场卫只是觉得 爱丽西恩这个名字听上去特别耳熟 但电视上播报的新闻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一只老虎袭击了整个东京城 人民正在疯狂逃窜 听完 母女俩赶紧动身前去阻止 地场卫紧随其后 可还没走出实验室 他就觉得心碗如刀角一般疼痛 母女二人很快便找到牢 两人气喊变身 可由于结界的关系 他们没法变身 面对凶悍的牢 两人只好四处逃窜 他们躲到了一处小巷子 可忽然 象征无敌力量的圣碑 又莫名其妙地出现 这难免让越野兔觉得匪夷所思 圣碑可是要集合大家的力量 才会出现的圣物 今天为什么会毫无征兆地出现在这里 但现在管不了这么多 当务之急是消灭牢 于是母女二人跳过普通变身 直接变身成了超级战士的形态 越野兔跟小小兔相继 变身成超级美少女战士 正当二人准备对虎之眼动手时 四重奏却突然出现 看来想要突破结界的应该就是你们俩 你俩就准备受死吧 啪啦啪啦打出一招招魂之球 两位超级美少女战士 竟然被一招打得结结败退 因为手上还没有武器的缘故 两人还没法发动反击 但这时 小小兔忽然想到天马送给他的那个铃铛 只要大喊闪烁召唤 天马就会立马出现 于是小小兔赶紧照做 天马即刻出现 而越野兔也瞬间挣脱束缚 并且 他们那天买的万花筒还变成了全新的武器 两人拿起武器放出月亮 乏力冥想 一招下去 那些小恶灵被全部打散 四重奏也只好先行逃离 击退敌人后 地场卫捂着胸口亮枪赶到现场 天马又化作粉末消失在空中 小小兔喊了一声爱丽欧斯 而地场卫觉得爱丽欧斯这个名字 听上去特别耳熟 随后他便再度倒下 而贝斯贝斯和啪啦啪啦并未离去 啪啦啪啦召唤出他的魔镜 这面镜子能洞察愿望 他也发现了母女两一个想快点长大 另一个则想变小 于是啪啦啪啦放出一个唱反吊之球 这颗球砸在了母女二人头上 母女二人居然完成了身体互换 镜头来到一处阴森恐怖的殿堂 老太婆向一名叫妮赫雷尼亚女王的人汇报工作 女王声称白月王国是她最憎恨的敌人 她命令老太婆一定要消灭那帮人 并抢走魔幻银水晶 再度回到越野兔这边 地场卫终于睁开双眼 而美奈子她们也在这时感到 但看着母女两现在的样子 四人三猫着实被吓了一大跳 告知事情缘由后 大家都觉得死亡马戏团很可疑 之后地场卫做了身体检查 医生说她的肺部有阴密 建议过段时间后做进一步检查 小兔在床边一直陪着小卫 地场卫抚摸着越野兔的脸颊 她觉得自己的力量现在远不及小兔 她很怕有一天会成为小兔的累赘 小兔给小卫献上深情义务 无论何事何地 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两人的恩爱画面又被小小兔看见 她独自一人呆坐在鞦韆上 她也好生希望 有一个能够陪她一辈子的男人 她又再度拿出了那个铃铛 天马又出现了 天马也被小小兔现在的模样 吓了一大跳 小小兔说这应该是敌人搞的鬼 她询问天马知不知道敌人是谁 顺便也问到了天马的真实身份 天马回应 我现在还不能说 但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需要你的力量 因为你就是那个被选中的少女 天马说小小兔就是那个被选中的少女 然后 她又来到地场卫床边讲道 王子 请你原谅我 我没有守护好爱丽西恩 就连你的身体 我都没能好好保护 天马走后 地场卫瞬间醒来 但她只是以为刚刚听到的话是梦 而此时的亚美 正费尽心思地研究死亡月亮马戏团 她怀疑附近被人设下了结界 就在这时 她的妈妈回家了 妈妈赞扬亚美很独立 并因为工作太忙没能照顾好亚美而感到愧疚 而亚美也想起了陈年往事 她的爸爸是一名漫画家 因为跟母亲天性不合 所以早早地结束了这场婚姻 那年生日 父亲送给她的礼物她一直保留着 而来到死亡月亮马戏团这边 四重奏将他们的动物全都变成了人的模样 四重奏让他们去解决美少女战事 鱼之眼主动起因 而她也找到了一个同她一样能够操控水的女人 不久之后 亚美便路过一家卖鱼的店 有一条鱼让她眼前一亮 亚美买下了这条鱼 她丝毫不知道已经中了别人的圈套 这天夜里 她在桌上小气的亚美听见门外 好像有人在做什么 她推开房门 母亲居然跟外面的野男人左右拥抱 亚美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她还在镜子里看见了小时候的自己 她一路追着自己的父亲 父亲说她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家庭 她又看见小兔他们一家三口是那样和睦 亚美陷入困惑 这时鱼之眼不断诱导她 好在亚美很快清醒 她知道自己看到的都是幻觉 于是她赶忙呼叫了越野兔他们 那些小幽灵趁其不备不断攻击亚美 而鱼之眼又一把将她扑入了那面镜子当中 而镜子里面就像是一个无尽海底 亚美就像是丧失意识一般不断下准 但是 她自己随手水星形态的分身 却在不停地呼唤她 分身提醒她快点想起自己的梦想 亚美想到了一路走来的所有同伴和自己的家人 而她的梦想就是要给这帮人更多的爱与保护 想到这里 亚美终于觉醒 她也马上变身水手水星 可亚美才刚准备作战 越野兔和小小兔却碰巧赶到 两人相继变身 变身完成后 他们的身体又变了回来 两人打出月亮 华丽铭响 鱼之眼被瞬间秒成碎片 刺虫奏也第一时间感应到了此事 我们下期见